大家好,我是馬友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要說2019年的威尼斯影展 裡面究竟女星們穿了什麼很漂亮的衣服 在這個紅色褲子上呢? 哪一件是我的最愛呢? 哪一件是我的最愛呢? 如果想看的話,繼續看下去吧! 好了,我第一個要說的就是Christian Stewart 從16年開始,無論他在康城也好,威尼斯也好 他也是穿了Chanel的 我們可以看看2016年裡面,他穿的這一套Chanel 2017年的時候,Christian Stewart是一個很有個人性,很有個性的人 在康城影展的Dress Coat裡面,女生一定要穿Dress 和穿Huels 我沒猜錯,他們說是要Closed Toes,即是不老腳趾 Christian Stewart在2017年的康城影展,他就穿了這一套Chanel 大家看到他不是穿了一個Traditional的Dress 也穿了一個Open Toe的Shoes 當時引起很多人在網上說這個Dress Coat Christian Stewart就說,如果這個影展不會讓男生走紅地毯時要穿裙子 和穿Huels的話,也不會讓他可以穿 所以他非常有個性,很跟著Dress Coat 但我覺得這個看法是非常好看 而且很配合他的Skinhead 髮型 整個Toto看法是非常有型 很重要,到了18年的時候,也有更多的話題 他就穿了這一套Chanel 但為什麼這一天的紅地毯都引起這麼大的話題? 天公不做美,那天正在下大雨 Christian Stewart 走完紅地毯時,就除了Lubberton 踢腳的走上樓梯 我就覺得,哇,很有型 這個舞非常棒 好,來到2019年的9月 在威尼斯影展,他穿了一套粉紅色Chanel的長裙 因為這一套Chanel粉紅色Chanel 就應該是他在這幾年參加影展中 最適合的Dress Coat 穿長Dress Long Sleep,最優雅的一次 但優雅的一次,配上他的短頭髮 會有一種型格的感覺 So nice! 好,第二個要說的就是 Victoria Secret的Model Elsa Hoek 超級爽,到爆炸 Elsa Hoek在2017年和2018年的 康城影展 兩年都是穿了Albert的collection 兩條裙子都穿到彭視下凡的感覺 適合他Victoria Secret Angels的角色 所以我2017年穿了這一套 那在2018年裡面,他染了一個超級 近乎白色的blonde hair 跟這個少少lite pink的這條裙子 基本上很有一種現代的 哈利蓮夢露那種高貴的感覺 受到爆炸 到2019年的威尼斯影展的開幕 他差不多是我心中的favorite 他穿了很貼身的一個黑色裙 你會看到它的細節位 在肚子的位置有一個交叉的一個繩子的感覺 完全看到他很結實的身形 而且他也綁了一個很乾淨的馬尾 有一種城市的味道的感覺 他都差不多接近我最愛的 三位,差一點點 好,接著下一個就是 Lord of the Rings Ocean 8的一個 actress 她就是Cate Blanchett 很多人形容她是 永遠都不會出錯的紅地毯王者 她出席很多紅地毯 她都是穿最穩的顏色 就是黑色 通常穿的剪子都是非常穩的 在18年和19年 Cate都是穿了Armani Privé的 look for紅地毯 在18年的威尼斯裡面 她是穿了兩次紅地毯 我們看看她分別穿錯哪兩條裙 這兩條都是Armani來的 不是很有一種貴氣的感覺 去到19年 她都是穿了Armani Privé的 看看 這條裙雖然永不出錯 但我覺得19年這條是比18年更漂亮 因為感覺上 它的細節比較簡單 而且它的細節 雖然是橫架 但穿得她很瘦 在18年和19年 你會看到她的髮型和 makeup 都有一點不一樣 我比較喜歡上19年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會看到 19年是比較簡單的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毛毛飛出來的感覺 令到她的貴氣感 出一點 而且因為她的裙子 已經非常簡單得來 有細節 跟一個很簡單的白色的眼睛 令到那種 永不出錯 然後下一個 就在馮小剛 芳華電影裡的女主角 鍾楚希 鍾楚希 我就看到她在 Red Carpet上的 膽量 一次比一次 有膽量 那為什麼呢 不如我們從17年金馬獎開始看 她17年金馬獎 她就穿了一條 我感覺上比較穩 因為她已經這麼漂亮的時候 其實她很多東西可以 carry到 但她就穿了一條 一條金色的Dundas裙 裙子 而去到18年的柏林影展裡面 她就穿了一條 黑色的 非常長的吊帶裙 這條裙子 是來自Armani的 那這裙子 我覺得是其中一個 最onArmani brand的一個裙子 你會看到她那條吊帶 很幼 會看到她的皮膚 很白痴痴 白淚頭的感覺之外 她配了一個很紅 很一種Armani Red Signature Red 那種感覺的一個唇膏 去配這個妝容 那我覺得這個裙子 比於17年的金馬獎 是更加的美麗 19年裏面 她穿的這套 Armani Privé 我覺得這套 非常之大膽 第一 是她的顏色 粉紅色 是一個很大膽 也是一個很搶眼的顏色 第二 大家看到這個Dip V 是在肚臍上 所以這套 也是非常之大膽 第三 除了Dip V之外 這套也有一個很大的 肩膀的細節 這三個非常大的特點 都是在她過往的 Red Carpet 裙子裏面 是比較小見到的 我也很開心 女星慢慢 越來越有自信 去挑戰自己 去穿一些更加高難度的衣服 我覺得這套 非常勇氣可嘉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 但當我看回她 你之前 18年和19年的相片裏面 我的感覺上 我就會覺得她 100年信心是低的 大家會看得出她的眼神 姿勢上 都比較強 19年 可能是粉紅色的關係 比較女性 沒有那麼有氣質 可能她怕走光 但我覺得 穿得出來 就應該要充滿自信去姿勢 有漂亮的照片 才可以流傳去永遠的 下一個 就要講一個 64歲傳奇的一個超級模特兒 Iman 她在19年的威尼斯影尖 她穿了兩套Valentino的衣服 她走紅地毯的時候 她穿了這套藍色的衣服 而她頒獎的時候 她穿了另一套紫色的這一套 我覺得這兩套 簡直是可以頒最大膽 選擇紅地毯裙帶獎給她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 紫色那套Valentino 是比較適合行紅地毯的 是非常之有氣勢 她反而選擇了 在場內的時候穿了這套裙 但我覺得這套裙 她一定要有足夠的陽光 或者光線 才可以看到 所以我覺得如果她在紅地毯 穿的話 那個細節和感覺 看起來會更強 反而她走紅地毯的那套 藍色那套 這套 大家看到她的裙子 下面有很多羽毛的細節 其實她的頸上 也有很多羽毛的細節 例如到場內 如果你是頒獎 拿獎 當電視影著你這麼大 本身的時候 看下去 那條裙的細節 就可以更加突顯出來 更加有特色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選擇 入到場內 有電視 有Close Up的時候 才穿藍色那套 那套衣服就可以更加突顯到 這套衣服的買點 下一個想說 也挺有趣的 就是Rooney Mara 就是你會看到 18年的Mad Gala 以及19年的威尼斯影展 她穿的那條裙子 都是一樣的 Sylorac 很有趣的 我不得不承認 這個cut非常適合她 很有一種 斯文的貴氣 非常之好 這套衣服是不可以舉手的 如果舉手的話 就會整個東西飛起來了 整個東西飛起來了 但是很適合她 而且看到她的姿勢 都是這樣繞著手 她的感覺 是很有一種 文青斯文的感覺 很適合她 所以不知道她接下來的 其他red carpet 是不是都要穿這個cut 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都不錯 好有一種她的 標誌 接著要說的是 我的心目中第二位 她就是 金零十三差的女主角 Nini 毅妮 我和毅妮 在幾年前 合作了一部電影 叫做新娘大作戰 Nini是一個非常 可愛好笑 好角色很好 好美好斯文 好有氣質 好有演技 她近幾年都做了很多 好好看的作品 好成功的作品 而她也成為了Gucci 全球的代言人 所以非常厲害 而且看到她在紅地毯上面的 衣服 都一年比一年 有膽量 是更加穿到她自己的過程 大家看到她16年的 看城影毯裡面 她就穿了 Suhamu Red 如果你問我的話 Suhamu Red 是一個一定沒有死 來自於黎巴嫩的一個品牌 所以她們的手工 非常講究 Elegant的裙子上面 加了很多 細節 豬 Laze 很講手工的一個品牌 看到她2019年的 威尼斯影毯裡面 選擇的衣服 她就穿了Gucci 我們一起看看 為什麼她這套衣服 是我心目中的第二位 差不多第一位的最愛 不是開玩笑 如果一般沒有什麼氣質的人穿 一定會有一種 很少的老氣的感覺 但她穿 簡直是有一種 大紫氣的感覺 那種貴氣 那種氣質的感覺 是爆燈 很漂亮 心目中的第一位 亦都是一個 Vicoria Secret的模特兒 Candace Guadapola 她在今年威尼斯影展裡面 和李智英的時候 穿了一個 金色的這套衣服 每一個人穿 都有很不一樣的效果 我相信 這套衣服很簡單 不多細節 但穿到她真的很純 很漂亮 很高級 大家會看到她這套衣服 薄得好像一層皮膚一樣薄 你會看到她的妝 做了一個很重的 contour的細節 去配合這個簡單的 好漂亮 她這套衣服 又不會覺得太隆重 大家看到她站在那個姿勢 就知道女神都爆炸 非常之值得 我把威尼斯 第一位置給她的 如果你們心目中有不同的 第一位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讓我知道 你心目中的第一位是誰 好了 希望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記得要按訂閱的按鈕 這裡按 還有記得要開個鈴鐺 這樣才會看到 我們星期二和星期四的新影片 好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在18年裡 她也穿了一套